是更改 本來把靜態的 新書介紹這個地方 本來我們按下一筆的時候是真的是跳下一頁下一頁下一頁 那這個時候呢 然後之後我們把它改一下改成什麼改成是動態的 也就是說你不是真的去跳一頁而是什麼 而只是說當我按一下這個按鈕的時候 他可以去把這個圖抓過來 塞到這裡面來 這底下的這個字有沒有也抓過來放在這裡面 那圖的部分會有個陣列 比如說裡面有五張的話 那就五個陣列的索引值 然後文字也是一樣 陣列裡面切五個空間去存放這些資料 然後你可以透過按下一頁之後的話 去觸發一個事件 這個事件的話呢 就會去執行某個方法 這個方法比如說叫show net的方法 他就會自動去抓住這些動作 那這個是上個禮拜的動態部分 也就是說那個這個部分是屬於JQuery Mobile的那個程式運行的方式 這個是還蠻重要的 也就後續如果我們牽涉到 程式方面的他的運作的方法都類似喔 所以你這部分如果不熟的同學 請務必回去要再做複習 那有哪些地方要特別注意 其實呢在我雲端白板上面也有 所以如果你有些Rose掉的部分的話 回去的話你可以把那個 我們雲端白板的路徑稍微看一下 首先的話哪些呢 第一個你要先設定有沒有按鈕 本來我們有五張五本新書對不對 那你要做五個頁面這個時候不用做一個頁面就好了 那一個頁面怎麼樣跳五個五張圖 第一個就是你要先知道說你的事件會在哪邊觸發 就是你是按按鈕呢還是去做什麼做比如說波的動作啦 波波的動作你就要去去做那個波的動作的事件的處理 那我們先比較簡單的先用按鈕的話 假設你按下去那個按鈕 那所以你會有按鈕的動作的話特別注意 只要是事件的地方一定要給他ID 所以後面的話不是講什麼ID 也就將來呢程式要能夠找得到他 他才可以去連結到後續的動作 那另外呢圖的部分有沒有 這個圖啊將來也要也要能夠換一張 所以只要有動作的部分的話 那他的屬性會變更 你也要給他一個ID 底下的字也是一樣 字的話呢 如果會變動你也要怎麼樣 告訴我說這個這一段落呢 他的ID叫什麼 這個段落裡面的字才可以變更 所以要給他名稱的話 總共會有上一筆 然後還有什麼下一筆 上一筆下一筆的做法有沒有看到 記得喔就這樣子而已啦 那當然你們 上課我們有一本指令用書喔 不過那一本裡面沒有那麼清楚啦 你可以自己稍微看一下他應該就一個畫面就這樣子 啊他也不會告訴你說 第一步要這樣子喔所以你會發現喔 我等於是幫這本書喔 在做那個細部的解說 所以你會發現喔那個 這本我只要上課用的書喔 好像通常都賣得非常好 真的像這本書我Android就是用這本書喔 他第一版喔就已經12刷13刷14刷 結果現在已經出到第2版第3版第4版出到第4版 哇暢銷到不行 我好像就是買上看到我的youtube的影片然後回去就去買這本書了 因為我上課就用這本書喔 那我們那個App這個課的那本書 也是很熱銷啦 當然也許因為我會挑的就是那一本書其實真的寫得還不錯 只是說如果你只是單純自己看書 其實是還蠻辛苦的 好我只是把 最重要的部分告訴你們 那有些細節可能沒講太清楚那你也可以 參考一下書裡面的東西所以我們有四個東西 第一個 上一筆 下一筆 下一筆在這裡 也在雲端英白板上面嘛這個都找得到的喔如果你找不到的話 請跟旁邊同學問一下 就是那個網址 OK好 那再來的話 就是這個 這個要改有沒有因為將來有這個圖會改然後底下的字要改 名稱的話分別參考這上面的名稱 在接下來的話我們要去更改 程式部分 那程式碼部分的話基本上就是從這邊到這邊 從37行 到76行 在那個光碟裡面有這個sauce 那當然如果 你對於程式不太熟悉同學 好 就直接把選37 到75 然後再一個Ctrl C 再到你的程式碼 好 黑的上方斜線黑的有沒有 上方怎麼樣 就這個斜線黑的上方 Ctrl V 貼上 就完成了 不過其實我們不是以後就Ctrl C Ctrl V 就好了 如果工程師這麼好當的話 那以後就Ctrl C Ctrl V 就好了 你還有地方可以C Ctrl C Ctrl V 而且 每一個範本都不一樣 那你當然你第一階段的工程師 是 能夠 參考別人的程式嘛 但是你要改啊 不是說完全 所以我們後面不是有206 APP那個範益 裡面也是有五張 好像不知道幾張圖 也是一樣你要能夠改成 換另外一種 的範本 你也可以把它做出來 所以建議各位回去 找找看你們自己的相片 用自己的照片比較有Fu 做出來之後呢 最好是 不要只是自己看 好像叫什麼 網路用語啊 自己看叫什麼 自己看 高興的話叫什麼 叫 自嗨是不是 好像 自嗨而已 那當然你就要跟別人分享 甚至你要再去 不一樣的手機 不一樣的平板上面去run一下 你才知道原來不同的裝置 看到的結果也都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一直強調 你要去產生一個QR Code 去裝在你的手機 去run 你才會有增加經驗值 不然的話說真的你將來 不一樣的裝置 一定會發生 奇怪奇怪的現象 然後呢 我們再來看這個程式 將來的 只要你去 開發程式的話 它一定就是在這個架構裡面 一定是JavaScript 不過 我們Fonegap的技術 他的背後 用的技術叫做 叫做什麼 叫做 JQuery Fonegap 他這一家公司很厲害 他是利用有一個 韓式庫叫 JQuery Mobile 所以後面如果說你要把Fonegap學好 恐怕你還去 把 JQuery Mobile學好 等於你在學 Fonegap的時候 會更得心應手 Fonegap只是說把 JQuery Mobile再打包 那其實 JQuery Mobile跟JavaScript是什麼關係呢 其實JavaScript早期 已經出來很久 但是一直都用的 狀況不是很好 直到 JQuery 出現 JQuery其實 我看了一下 他只是一個 好像22歲年輕人 他只是說把 JQuery JQuery為什麼很難用 因為他東西太多了 而且都沒有整理 所以他只是做一個 把 JavaScript 做一個很簡單的 打包 讓你可以很簡單呼叫 很簡單的去 做出你要的效果 他有點像 套一個 一個 功能 他就可以 達到你要的效果 包含就是樣式啦 比如ZQuery Mobile 我們裡面不是有很多樣式嗎 套點一點 就變Button了 點一點就變圓角了 以前你要做那個事情的話 美工要花很多事情 本來是這 矩形的 你要變圓角 對然後要漸層 以前要做很多事 可是現在JQuery Mobile幫你簡單化了 他有點像那個什麼 就像PowerPoint一樣 按下去效果就出來了 套餐 可是 啊 這個第一個 那這裡面的話呢 他的呼叫方式 也比較不一樣 裡面的話 哪一線 第一個 從38行 我把他往前推 因為你會把他 這個 雲端還蠻 蠻方便的 從 他的頭一定是這樣 從38行到 41行 這個是他的一個頭 這個頭部分就說 當我什麼呢 這個前面有省略啦 省略兩個字 一個是 Document 點Ready 點Ready 點Ready說 這個文件準備好的時候 也就當他載入的時候 他會去 呃 去呼叫這個方法 這個方權就是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是什麼呢 show preview 這個有印象嗎 就是上面上一頁的那個名稱 前面加個請 那這個前面這個 錢的符號就是指的是 JQuery Mobile 的 這個物件 他這個物件可以幫我們做什麼呢 幫我們去 Bide Bide的意思就是說好連結 連結什麼呢 Click事件 也就當我畫面上面有一個名稱 取作 show preview的時候 我就是去連結 Click的動作 然後去執行什麼方法 執行這個方法 就是當那個畫面上那個按鈕 被 Click就是點擊的時候 我去執行 後面這個方法 所以他的事件處理 事件處理的話跟其他 程式 是不太一樣 他是這樣在處理的 所以呢 顧名思義就是說 我們後面那個show preview 那個 後面也要對應一個方法 那方法來寫法一定是 Function show preview 然後呢 show preview 然後一個 大瓜糊 後面就是去做那件事情 所以這個東西存不存在呢 如果你這個沒寫 你點下去不會動作 但是點下去為什麼會跳下一頁呢 其實他就會去找 裡面有沒有show preview 在哪裡 有找到了嗎 在這裡 所以他就去執行他 這個Function的名稱 加上一個show preview 然後一個小瓜糊 小瓜糊是傳參數 預設是沒有的 就是 然後一個大瓜糊 然後中間寫什麼呢 寫 index 這個是一個 我們在上面宣告的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預設值為0 意思就是說呢 我們從 第0章開始 那 那個正列所影值一定從0開始 0的話就指 第1章 第1章的圖 然後呢 如果 這個地方會先判斷 如果 index 小於0的話 所謂小於0就是說 已經減了對不對 0再減 那就已經是 第1章了嘛 就前1章 如果 再按下去的話呢 那如果 他小於0 表示說已經沒有了 那就 找哪一章出來 找最後一章出來 這總共5章 就類似像這樣 就是 我們剛剛看到的 如果剛剛秀出來是 這樣 本來這個是 第1章在這裡 如果按上一筆 假如說減減的話 按下去 負1對不對 負1的話不對啊 沒有這些負1的編號 所以我會叫什麼 叫 最後一章 他的編號是 0 12 34 總共5章嘛 所以第1章是0 然後 那我們這樣把最後一章 那就是編號為多少 為4的 抓過來 所以這邊的話 就會的 如果他小於0 等於4 然後再來的話 再把上面的東西 加上什麼呢 加上那個 index 也主要就是 在哪個地方加呢 主要我們是取得 這個 這個變數 主要去 取得我們的什麼 我們的 這個圖檔 然後塞給誰呢 塞給這個有沒有 緊 你會發現 前面不是有命名叫book PC 就那個東西 它裡面有一個 這個就是一個屬性 這個固定用法 可能要記一下 這個是JP Mobile 裡面的一個屬性 這個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這個 元件裡面的一個屬性 就是這個屬性名稱 叫SRC 就Source Source就後面 前面這一串 就把它丟過來 也就是說 丟過來就會取得什麼 取得上面的這個圖檔名稱 前面再加一個 images images就是我們的 實際上就是那個 網頁的路徑 它就會去裡面抓那張圖 把它秀出來了 那底下的話 這個book name 就是底下的那個字 字怎麼抓呢 字就是 Test的屬性 這個也是一個屬性 上面的文字等於什麼 Current Book 就是現在的名稱 那比如說我現在 假設是4好了 4的話 它會抓到 這個是0 1 2 3 4 所以它把這個 這一串有沒有 抓過來 它會抓到哪裡呢 它會先抓到這裡 這一段 先抓到這個 Current Book 再塞到這邊來 所以你會發現呢 如果我們最後run的話呢 run出來的結果 就會出現有沒有 下面這個 有沒有 這個名稱就塞過了 這個圖就塞過了 從哪邊塞呢 其實就是從 images 裡面的 就是這張圖的名稱 去抓了 這張圖叫什麼名稱呢 我如果不知道的話 其實可以從那個 我們這邊找 就是 1234 就這一張 有沒有 編號是0 1234 這個是陣列 所以這裡的話 如果你對那個 陣列不熟悉的話 那從 從這個部分 恐怕要再 多去 這個部分在Java裡面會講到 那陣列的部分就是 它的順序是從0 然後陣列長度的話 就是5啦 5個東西 OK 大概是這樣的流程 所以基本上 我們會有上一頁 就會有下一頁 然後就是取下一頁 最後就結束掉 這個是一個 動態的寫法 那以後如果說 當然 如果你實在 不會寫成動態的話 你就變成你要去增加 如果5本書 你就要做增加5個頁面 當然 看是一般外行人看現在看不太出來 反正還是可以下一頁下一頁 但是如果內行人看的話就看得出來了 對不對 你按的時候就感覺 就Loading很重嘛 另外很花時間 另外如果5本書還好啦 如果說你只有5頁 說真的做靜態OK 但是如果你是像那種書店 他們不可能只有出5本書 如果出5本書那書店一定會倒 所以 通常一定會至少 一個書店至少要幾本 恐怕要 500本 好像不只吧 至少來個1000本2000本 所以如果1000本2000本 如果你全部都做成靜態的話 那真的是會 會昏倒 如果說你的 會做動態的話 以後就去抓 甚至 會不會有新書出來 如果新書出來你靜態的話 你還要去改什麼 增加頁面 改原來的 那就更 更難維護了 但是如果說你 會做成 動態的話 那就可以直接去改 改正列啦 不過一般如果再大量的資料 通常會放在資料庫裡面 那也就是說你抓了之後有沒有 會把資料庫的東西 先放在正列裡面 再來顯示 那就更 更好了 所以後面的話 也有範例就是說 有一些像雲端的那個資料庫 也可以先 放在正列裡面 再來顯示出來 這樣的話以後 後端的人不就是去更新那個 資料庫 那你的手機App 也會跟著更新 所以這樣的運作的話就會很理想 你想不過按部就班 所以說 靜態的 是算最基本的 這些東西我想 如果你 腦袋裡面還是空空的話 請回去 務必把 我們上課的這個雲端白板 其實我都有照相 這個是完成的 第一個 第二個 這都有照相 純正的 有沒有 我們歷來做的 畫面通通在這裡 那剛剛講的是這個 就這個 那這個怎麼做出來 請參考 這個 前面是靜態的 在前面 我有照相的是106 如果有些效果如果你忘記的話 請各位參考一下 都有 有圖可以 可以參考的 然後 因為這樣的關係 最近 搜尋了一下 我發現 在那個什麼 Google裡面有沒有 因為我們這個是FoneGap 我發現 我搜尋這個FoneGap教學 這個關鍵字 現在 我的位置 這個我沒有登錄 我現在的位置是在哪裡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有沒有 我已經在第四個 這沒有作弊 幫你試試看 FoneGap教學 我已經在第四個 第五個 第六 第七個 有沒有這邊也有我的 對 然後我敢保證 在 期末吧 我應該還會在爬升 應該在前三沒問題 應該 看能不能把第一個幹掉 然後以後我會一直po 以後可能搜尋這個關鍵字 這個網頁可能 第一頁全部都是我的 就被我洗版了 對不對 所以以後他如果要學這個技術的話 好像不跟我學 就 所以 所以剛剛有跟一些同學聊天的時候就是說 你要做某些東西的行銷的時候 目前那個 以現在這個時間點來看 Google的行銷應該是 最有效的啦 而且 也是應該最 最不花錢的 好真的完全不花任何一毛錢 對你看我沒有花任何錢我沒有跟Google買廣告 但是Google 卻可以可以帶給我很大的 這個這個 所謂的 好處啦 太多了 那那你要怎麼去做啦 這個當然不能造假 不過就是說 想想方方式啦 所以後來想說 SEO你不用去作弊啦 也沒辦法作弊 但是你就是 第一個啦 我覺得量要夠大 就是要不斷有 有些新的東西 反正 每次上 每學 每次上課 我就放放放放 然後呢 播部落格文 然後做很多很多事情 量應該沒有一個老師做這麼多事情的 第二個就是內容也要夠好 所以量跟值 然後 再來 再來你就觀察看有沒有爬升 這個也是 我覺得也是一門 要去想的一個功課啦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如何讓你的 那個關鍵字可以在 第一個page可以被看到 所以我比如我第一次唱歌自我介紹我都說 你要找到我 你就找吳老師 前三個連結都是我的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我想各位可以再 再去了解 另外 因為我放了一些東西上去 所以最近我也看到有一個 這個我的部落格上面 也有有人貼 像我這個是 前 等於 等於第六次上課的那個上課內容 然後就 剛好看到有 有一家廠商 他就在這裡撲文 我把它看了一下 我覺得他的東西都還不錯 這叫什麼 有幸看到這麼完整的 Fonegap教學文件 真是太感謝您了 然後我所在的 是發展這個 Easy App的工具 然後也是發展這個方面的App 我後來看到 看了一下他這兩個連結 好像還蠻有的樣子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這東西有多厲害 不過我還沒時間真的去踹 It's a new generation of mobile applications Only you have to do just open the browser from your computer And you can easily develop mobile applications When we execute development tools The browser will show a complete user interface Regional top of the screen is the main menu Resize Preview Theme Gallery And Exporter Inclued Central is the design area which looks like mobile device Programming and component to both wizardwink Left side of the design panel is the component panel You can drag components into the design panel And it will generate a corresponding code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time you decoding Corresponding components will be changed also Right side of the design panel is the property panel It can control all the components attributes The right side of the design panel is the programming panel HTML Java script and CSS are included You can write codes The right side of the design panel is the page panel Painters can be added Edited Deleted Or swap The下方也可以新增 興趣的同學可以 找一下 他這個叫什麼 Ezio App Ezio App 然後 他的App在這裡 Ezio 然後 就是直接 就不用安裝了 直接就可以在上面做了 所以你們 之後看看 也可以試試看 就在這個地方 你不需要安裝工具 直接你要header就header 放過來了 然後你要footer就footer過來了 那裡面要放什麼netbar netbar就過來了 你要增加幾個自己可以增加 其他沒事 應該要躲一些功能在這裡 Property在這邊可以設定 然後ID 什麼什麼相關的 他底下的頁面在這裡 如果你要增加頁面的話 底下有增加 看要幾個頁面 頁面名稱的話 比如說page1 page2 page3 其實 也可以做 所以你手邊如果沒有工具的話 隨便直接怎麼樣 可以在這上面做 如果你沒有 工具的話 就可以直接在線上做 而且他可以直接什麼preview 這邊有個preview preview一個 QR Code 那你可以照相之後看到結果 要不然你們可以怎樣 把我們Dreamweaver的Core 貼上去 那preview一下看到 所以也可以 兩邊可以通用 一個就是說你 可能需要做 做設計的時候你用Dreamweaver 如果你在外面沒有 或者你在平板上面要設計的話 這個也可以連到平板上面 平板上面也可以 寫App 你寫完之後馬上可以看到 太厲害了 所以App 的時程就會變大大的縮短 而且如果你跟 客戶在談的話 直接給他看 這是不是你要的 點點點 馬上做出來 就這一個了 就 馬上就簽約了 對不對 你的外觀就長這樣子 對不對 那這樣不是就 很快可以 好 就是 OK 那另外他裡面的什麼 相關的東西 我想各位自己再看一下 我覺得他這個工具 好像還還蠻不錯的 那我是還沒有時間去試 他有一個demo 就是可以拖 可以拉 這邊可以顯示 JavaScript可以寫這邊 CSS可以寫旁邊 另外我看他的網站上面還有一些 一些範本 也已經做好了 或許也可以參考 有一些 這個是 Extense 他可以 解析度也可以支援 而且可以跨平台 就是 小綠人 Apple 都沒有問題 看起來蠻厲害的 我還以為這個本來以為這個是一個 國外的 國外的公司 後來發現不是 他是一個高雄的 有一家 公司 規模好像不是很大 但是後來好像 就 昨天上課另外有同 有一個學生就幫忙搜尋一下 好像他後面有 有創投 就是中鋼的 就是 投資 他這家公司 所以 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自己再找 關鍵是 Easy All App 為什麼叫Easy All App Easy All App OK 有興趣的話可以自己再再玩玩看 另外如果有新發現的話 可以看 再跟我講一下好了 因為這部分的話 剛好看到的 OK 上個禮拜我們主要是講到那個動態 今天的話我們要繼續在後面看那個Google Map的部分 地圖部分 等一下再來看 畫面先換給各位 那相關的那個 好 好